做這份工作 如果沒有愛心就做不到 我們要負責病人的清潔 飲食 餵藥 還有病人入院 我們要跟他做一個篩選的程序 看看他有沒有傷口 還有什麼要匯報給上司聽 醫生說要XVA 我們就要跟他換紙袍 去XVA 或者要做一些小手術 來規鏡 或者做一些搶鏡 我們就要用一些適合的工具 協助他們出去做那些檢查 完成那些檢查 還有病人過了身 我們都要處理他的遺體 其實如果你以我的病房計 就不只是流感高風紀錄 全年都爆 沒有Face的 總之上就加了 幸好他們全部都是床 床 鎖架全部都有床 我們常常說做報警辦 有人吊床 連床 連床鎖架 全部都搬 這個明明是男病房來的 因為女病人多 把男病人轉移到另一邊 騰空這個cubicle做女病房 全部搬搬搬搬 那些護士長就頭痛了 我們每天都要兼顧 每天都要大轉移 我們床高峰期的 去到六十多人 你要加十幾張床 加上冷航 走廊 譬如有些病人要坐下 醫生說需要坐下 讓椅子坐在那裡 不用整天睡床 坐下的程序都做不到 你沒有位子 你床與床之間都沒有位子 去年流感高峰期 林鄭拿5億出來 那期請了一些白本 卓健那些機構 他們會派一些 好像我們那些職級的 來協助我們 但他們說明來到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是幫一些很簡單的 換片 過床 很深入的事情他們是不懂的 譬如他不知道我們的流程 不知道我們的機器放在哪裡 他不懂 他真的幫不了手 要我們才知道那些機器 其實請那些回來 我覺得是計人頭 是幫不了手 實際上真的幫不了手 真的做個樣子 因為醫生和護士都出來發聲 其實我們這些職級都重要 因為除了他們之外 其實我們是最前線的 一個病人進來的時候 除了急症室經醫生 叫他上病火 其實進來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們這個職級做的 你要幫他過床 幫他換衣服 處理好身體 要檢查一下他有沒有什麼 你要匯報給姑娘 所以時時病人再入院 我們根本上是認得的 咦 誰你又回來 這句我們很常慣地說 為什麼你又回來 是我們最熟悉他們的 我們每一間都是四個 如果真的有人病了 找不到人就三個 試過的了 經常勝出三個 那天就更加辛苦做過事 他經常說請不到人 我們不知道的 請人方面 總之他就跟你說請不到 最好加回一個人手給我們 將那個人工提升 年輕的那些 你給他一點點機會 他去晉升 有前途人才跟你做下去 有時有些姑娘都會幫忙 都會協助 只不過姑娘的流失率實在太大 是呀 流失率很大 我們的病房 是2018年new grade的姑娘 就佔了一半以上 太新的姑娘 我們壓力都很大 錯是全體背鑊 不是說不關我事 那個責任其實都是共同負的